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天堂M4周年的Gamma Coupon 终于有消息了 这一次的话是有通用跟这个现实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总共几张吧 影片开始之前 请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首先他这一次来讲的话 总共是有6张的 可以看清楚有6张 然后变身跟娃娃是现实的 你要12月1号过后再来合 到11月19号这样子 好那我们除了变身娃娃 大家比较着重注意的点以外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好了 二选一一般装备复原 有分长期跟短期 长期的话就是从开服到明天维修前 那短期的部分则是明天维修后 到12月22号 那以以往的经验来看的话 长期会先赎回来 那短期的话则是你可能要到明年1月 才有机会可以数尾回来这样子 ok 所以说你今天如果要点装备的话 今天可以点了 如果今天来不及的话 那就是12月22号之前再点就好 ok 接下来的话是商城装备复原 是通用的今天就要点 今天就要点 ok Gamma的符石复原也是今天就要点 好 那这商城装备跟符石 你今天点完之后 那还有两张限时的 就是明天维护后还可以再点 明天维护后到1月5号 商城装备是1月5号 然后那个符石是1月12号 所以今天你如果今天点完 然后 他赎回是给你1月5号之前就赎回的话 你就可以等同于是点两次 赎回两次的意思 但是还不知道说 这个通用的商城装备复原 跟符石复原 什么时候给你赎回还不知道 因为他今天这个资料 就只给你资料统计时间而已 好 ok 所以这样子总共就是6张 6张 那既看好 商城装备复原 符石复原 变身或娃娃是有限时的 一般装备跟商城装备复原 还有符石复原 三张这个是通用的 这个要看清楚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台服 4周年Gamma Coupon的消息 那小屁我 应该会选一天来核子挖 对 那这一次我限时 我就跟得到了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新的消息 问题情报 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 所有喜欢玩天堂M的朋友们 我是小屁 我们就下次见 大家拜拜 把牙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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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